败家玩意 败家的 你就说你买了多少张椅子吧 大哥 多少张 钓鱼人 钓十几年的鱼 椅子买多少张 吃的 钓鱼人 你先掐个东西 你先掐个 人家一把木凳子 钓遍天下 你呢 鱼没看到 椅子费了三张 还要鱼 还要鱼户 直接一个蛇笔袋就行 你要懂的 钓了十几年鱼 这是最贵的一把椅子 最贵的一把椅子 最贵的鱼呢 最贵的鱼被你吃了 吃个毛线我吃 你吃毛线啊 就没有一条超过 毛线店给我吃一只毛线来 就没有超过一条 那个什么一条鱼超过一百的那个面值的那个鱼 你超过怎么买哪个 那个十几年的大头不是论有吗 那十几年大头才几块钱一斤啊 几块钱一斤啊 15块钱一斤大哥 你抢 这搞了个小巧玲珑的 我买睡衣我都不敢买这么这么这么那个什么的 教育人要坐的腰舒服 是不是腰不舒服 马上不给力还要力尿不然那个结石又堵住 你不是天天烧冬的吗 是不是要注意身体保养 还配了一个啊 什么配了一个啊 你儿子手里拉的是什么 座椅啊大哥 你这哪是钓鱼呀 你这是享受 这个 这个就给你当书包用了 你就背着当书包 这么大背不起 怎么会背不起 这么大 刚好张你的书啊 这么大 他人都没进去 这么小巧玲珑 钓鱼一年一把以 你干脆买点好的 哼 再好也会被你完肺的 重量吧 蛮炸的是吧 蛮炸的就这样子透气一点 放个屁子吧 往下就能放 吐住再顾它 拉尿都不用站起来了 直接拉 那还有座椅大哥啊 还要擦脚的 小小雷弄 我不需要那么庞然大物 我这个体重的话呢 就适合比较小的 但他们这个体重的话 就适合那个睡椅 床 我们下次买那个120小雷强 那个睡椅 睡椅 刚好一样 那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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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大 起来 三把椅子 那把椅子都做断了 屁股是小 但是坐的能力还是挺长的 怎么安装 还配两个包 不是 这是一个送了一个装鱼的 不带镇样机吧 那边还有几个包 你自己看见地上是不是包 这边 不是 我说地上那个包 有拉链不是包吗 工具是奇卷 就像说的那句话一样 擦身文具多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包 这个是靠电 真的 好像你买的都是一家的 品质都不过关 还买他家的 这个还好 这个什么手机啊 什么玩意啊 是不是可以偷一下 嗯 嗯 嗯